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是周末 做一个孩子超级喜欢的火腿葱花旋子饼 渲染咸香,特别的简单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5克酵母 10克白糖 用300毫升温水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 搅拌成这样的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 盖上发酵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半根胡萝卜 切成小碎丁 半根火腿肠 半根火腿肠 同样切成小碎丁 再切一些小葱花 看一下面已经饧发的特别好了 取出饧发好的面团 多搓揉几下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团直接按压扁 擀成圆形大薄片 能擀多大擀多大 擀成圆形大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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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均匀的刷上一层丝拉油 塗抹开 撒上切好的胡萝卜丁和火腿丁 最后撒一层小葱花 撒上少许的盐 切开 然后在面饼的中间 按压出一个窝窝 然后从中间往边缘出卷 直接卷起 卷起 全部卷起 卷成这样的桶状 然后从一点切开 然后盘起 越松越好 不要盘得特别紧 尾部按压一下 放在底边 把它整理均匀 饧面10分钟 电饼成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借助碧莲 放入饧好的饼皮 盖上高一点的盖子 烙至3分钟 时间到表面给它刷一层薄油 用两个铲子给它翻面 翻个面盖上盖子再烙三分钟 时间到再次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烙三分钟 时间到烙至两面金黄按压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大饼就出锅了 切开看一下 外边是焦酥的 内里咸香 大饼出锅了 看一下 里面特别的诱人 外边酥酥脆脆 内里咸香美味 蓬松渲软 看一下里边 特别渲软 喜欢的您也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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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